您好 欢迎收看12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近日交通部铁公路频频出报 立委夫婚旗特别针对目前公路局进行台九线玉里段道路拓宽工程计划 还有玉里战前广场及停水场管理 润税站售票口签衣等问题 进行的全面大体检 交通部次长率领着铁公路局的首长陪同现场会刊考察 夫婚旗提出建言要求交通部要重视地方需求 也寻求解决改善方法 台铁近日频频出包 立委夫婚前期天上午就针对了交通部 花莲南区铁公路交通建设 亲自到场进行大体检 针对了台铁玉里以及瑞穗 两个车站站体设施与服务 逐一到场检视考察 我们他们这个这个是大家都要配合 对对对 我们相关有相关的规定还是要照规定 对对对 那你们价格能够压一个经历压 我们压到最低的 这个经历我觉得最低的 一个月九千多 我们还要讲什么 去移到这边的时候 就离厕所是方便进了 这个问题这个厕所问题就已经就解决了 玉里战前广场以及瑞穗车站售票口签已改善 台铁局也做出正面回应后 立委不崑旗也就目前正经罗密鼓 进行了台九县大雨酸干段拓宽工程 可能影响农民夏天农耕交通 要求公路局重视 不晓得第一个解决方式 就慢车道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再偷宽 慢车道偷宽就几乎就直接一任 而且解决这些问题 那如果慢车道现在没有办法偷宽的话 基本上走这个方式 我们的这个 这个慢车快车的这个缺口 能够尽量能够多开几个 这个出口 当然也是安全 安全为上 不仅是县堪施工中的路段 至于尚未发包动工的台九县三名段拓宽工程计划 在听取工程设计单位简报说明 地方也提出农耕与救灾救护道路安全等问题 立委不崑旗也当面提出解决方案 与交通部政务次长公路总局缴缓意见 车辆通行没有问题 基本上你这个 你的闭车道 对对对对 我们进来来把这个困 就学乡加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尽量来考虑 是不是能够再扩大 如果不行就比照三名那边 比照三名嘛 对我们是不是用停车弯 或是如果真的某个路段有问题 我们用停增加地车弯的方式把它加大 让容积运作更方便 运输管理系出身也承认 立院交通委员的傅昆琦 高度关注交通部铁公路交通的建设管理 尤其对于花莲地方上 重大的交通改善建设也提出专业的建言 地方民众也期盼透过立委的协助 让政府的交通建设能更接地气 更符合地方的需求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